带姐跟拉姐的影响力很大 因为有很多台北和泰国的朋友 其实都能认出我来 但是日韩基本没有 所以他们的羽毛球发展还不够好 还得继续努力 山口线安心 我一开始以为我就是来这边 没有人会认识我 因为我也过气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过气 就是因为已经也是巴黎奥一位刚结束 然后我又是东京的 就是可能那时候成绩会比较好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过气了 我是就是一个nobody 没想到我第一天出门的时候 就被认识出来了 然后当时还是一个 可能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吧 他们就悄悄地走过来 就是还是那种很小声的说 你是成与非吗 然后就是找我拍照 然后说希望我好好休息好好玩 就是非常感谢他们 就是真的很很真诚 然后也也很尊重我吧 然后到到现在也是 每一天都会被认出来 我都傻了 就是一开始我觉得 没人认识我 我就这样子走出去了 然后就是一直被认出来之后 我就开始戴帽子 然后现在每天戴帽子 也没用 还是被认出来 我觉得都是归功于我的对手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边华人很多嘛 像马来西亚呀 像印尼呀 其实羽毛球的普及度都比较高 然后认识我也很正常 然后其实就是 带姐跟拉姐的影响力很大 因为有很多台北和泰国的朋友 其实都能认出我来 然后但是日韩基本没有 说明他们的羽毛球发展还不够好 还得继续努力啊 小火线安心哦 我跟着我们的影响